香港天王劉德華在臺灣演唱會 在三十一號也就是說 明天就要在臺北小巨蛋連唱四天了 不少粉絲都超級期待 不過現在強臺康瑞來攪局 星期四呢 可能會是影響最劇烈的一天 所以當天的演唱會 現在就很有可能面臨取消的風險 而臺北市長蔣灣也表示說 如果宣布停班停課的話 主辦單位就應該要有相對應的安排 那臺北市呢 如果真的停班停課的話 對粉絲來說是真的超崩潰 就有網友在臉書的社團上面發文 超級不希望放假 因為這是睽違十一年 劉德華再次公彈開場 而演唱會的主辦方也對此回應說 目前是沒有收到主辦單位 任何的取消或是變動的訊息 所以是否如期舉辦呢 可能還要等待今天晚上八點